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美国》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佛州立法 禁止中国学生进入公立大学实验室工作 雷蒙多那句中国不是朋友是近乎绝交的重话 中国交换生闯库李豪宅所签名 被控重罪 每一口气宣布制裁250个实体与个人 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降至 请大家收看 佛州立法 禁止中国学生进入公立大学实验室工作 网友 佛罗里达州的一项新法律限制了该州的公立大学和学院 聘请中国等七个国家的研究生和博士后的能力 该法律于今年5月通过7月开始生效 禁止接受这些国家的赠款或签订合作协议 这项法律限制了这些国家的学生在实验室工作的能力 包括研究助理和博士后研究职位 只有在经过严格审查后才能例外 该法律的实施已经冻结了 人定于12月到1月发出的录取通知书 佛罗里达大学的教职员工已经签署了请认书 敦促大学平息混乱局面 并支持开放的招聘政策 他们表示 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动 可能会导致优秀学生流失到其他大学 并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雷蒙多那句中国不是朋友是近乎绝交的重话 网友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表示 中国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威胁 强调中国不是美国的朋友 并呼吁国会议员 硅谷业界以及美国盟友 共同阻止中国获取高端技术 他认为 为了国家安全 管制产业技术是非常重要的 此举引发了人们对中美科技竞争的关注 雷蒙多的言论表明 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认识越来越深刻 并且将国家安全置于经济利益之上 他警告称 中国不是美国的朋友 必须认清中国威胁的程度 他强调 美国不能让中国获得高端技术 不能被中国赶超 这是保护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 他还指出 一些芯片公司可能因此而受到影响 但国家安全比短期受益更重要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也在同一场论坛上发表了类似的观点 认为中国是唯一意图重塑国际秩序的对手 并强调民主与专制正面临全球博弈 他表示 美国已经与盟友和伙伴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 在建立更安全的印太地区方面取得了进展 他的发言进一步凸显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警惕 和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总的来说 雷蒙多和奥斯汀的言论显示出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思考正在发生转变 将国家安全置于经济利益之上 他们呼吁国会议员 企业界和美国盟友共同努力 限制中国获取高端技术 并加强与盟友的合作 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 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对中美科技竞争的关注 并体现了美国在国际舞台上 对中国的战略竞争意识 中国交换生闯库里豪宅所签名 被控重罪 网友 一名中国交换学生涉嫌闯入NBA勇士球星库里的豪宅 报道称 这名学生称欲索取库里的签名 因此进入住宅 加州地方法院已发出逮捕令 据检察官透露 学生搭乘巴士前往库里位于亚瑟顿的豪宅 询问了住家位置后 按了门上的按钮进入 库里和妻子不在家 但保姆和孩子在内 保姆要求学生离开并报警 学生后来承认自己非法闯入住宅 遭到严重非法侵入罪的指控 根据加州法律 擅闯住宅是重罪 最高可判处一年徒刑 学生原本预计在7日出庭 但未出现 法院发出逮捕令 保释金额为500美元 亚瑟顿是众多西谷名人的居住地 库里的豪宅价值超过3000万美元 库里重视隐私 曾写信给亚瑟顿官员 希望他们重新考虑密集住宅的建案 每一口气宣布制裁250个实体与个人 网友 总结起来 美国宣布对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有关的250多个人和实体进行制裁 这是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访问华盛顿 并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之际宣布的 拜登强调了乌克兰的重要性 并表示 如果国会未能通过资助乌克兰的法案 将是给俄罗斯总统普京最好的圣诞领悟 同时 根据新解密的美国情报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付出了重大代价 包括超过13000多名俄军丧生或受伤 以及大量战车被摧毁 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降至 网友 美国国会特别委员会最新推出的重磅报告要求 全面重置美中关系 并提出近150项立法建议 这份报告认为 中共对美国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经济侵略 削弱了美国公司的实力 主导了全球关键产业 并使美国在发生更广泛的军事冲突时非常脆弱 报告提出了三大关键支柱 包括重置经济关系 防范资本和技术流动 以及建设投资领导性技术 并增强经济弹性 这份报告可能成为2024年 美国对抗中共的立法提供一个清晰的蓝图 并显示出美国两党对中国的共识发生了转变 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包括 增加对中国投资的限制 撤销对中国的低关税 限制美国联邦机构购买中国制造的无人机等 此外 报告还要求美国上市公司披露与中国的关系 并进一步投资美国的研究和制造能力 美国的资本和实业界也在觉醒 并未与中共摊牌做准备 一些大型企业已经承诺 一旦中共入侵台湾将撤出中国 墨西哥今年取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欧盟对中共的贸易态度也日益强硬 可以预见 2024年中国贸易环境将发生巨变 在美国国会日益强硬的压力面前 已经面对2024年美国大选临近 拜登政府不会愿意被指责对中共软弱 所以接下来 美国政府可能会出台更多对中共的制裁 然而 从务实角度出发 其中一些建议可能永远都不会被国会采纳 但大部分具有现实意义 这份报告的发布显示了美国两党对中国的共识发生了转变 也为2024年的美国对抗中共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蓝图 拜登口误影片在社群封传 网友 总统拜登在科罗拉多的访问中出现了口误 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讲成已是前领导人邓小平 尽管白宫事后在文字稿中修正了这个错误 但社交媒体上的网民仍然疯传了这段影片 这并不是拜登的第一次口误 他之前还将韩国总统尹熙悦讲成了韩国前总统文在寅 尽管修正了口误 但网民仍然嘲笑这位81岁的美国总统 即使在中国的内网上也出现了拜登口误的帖文 吸引了很多评论 事实上拜登和邓小平确实见过面 这是在1979年 当时拜登是参议员 作为中国建国后首批出访的美国国会代表团的议员 美驻华大使 拜习会后美中仍存在重大分歧 网友 总结起来 美中关系在过去一年里经历了起伏 从中国切断与美国政府沟通的渠道 到习近平和拜登的会晤 再到中方间谍气球事件的紧张局势 双边关系一直在波动中 不过 在过去几个月里 美中两国成功恢复了许多对话 包括国务卿布林肯 财政部长耶伦和气候特使克里的访华 在拜习会上 两国领导人取得了四项共识 包括分泰尼管制 恢复军事沟通机制 开启人工智能对话 以及加强两国人民的互动 不过 尽管有这些进展 美中在台湾 南海 人权等重大议题上 仍存在严重分歧 因此 美中关系仍然是一个困难但重要的关系 需要继续努力合作 美军神秘X-37B太空飞机 再度延后升空 网友 SpaceX的发射任务 推迟至少24小时 将于12日晚间进行 这是X-37B太空飞机的 第七次进入地球轨道的任务 也是首次由猎鹰重型火箭搭载 发射原计划在11日晚间进行 但在发射前取消 SpaceX表示 火箭取消发射是因为地面问题 但未透露细节 X-37B太空飞机 是美国国防部的一项神秘任务 目前已进行了六次飞行任务 最近一次持续了两年多 从他国登陆美国中国制造 暗度陈仓 网友 总的来说 美国与中国经济脱钩的过程并不容易 虽然一些美国公司 已经开始将生产转移到 东南亚和墨西哥等地 但是这些地方的生产 很大程度上 仍依赖于中国的供应链 此外 中国企业也在向其他国家扩张投资 以规避美国的关税 因此 尽管中美经济在某些方面可能出现了分道扬镳的情况 但在其他方面仍然存在相互依赖的情况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也在调整 但并没有消失 因此 目前看来 实现完全的中美经济脱钩 似乎并不容易 共和党推法案 全链披露流入中国的投资数据 网友 两位共和党参议员和一位共和党众议员最近提出了一项法案 要求加强披露美国对外投资信息 他们指出 现在许多美国人的投资进入了中国 但国会和政府无法获得准确和及时的数据 该法案要求增加有关美国对外投资数据的频率和质量 并要求定期分享有关美国在中国投资的信息 此外 他们还推出了可信境外审计法 要求上市公司保留不受中国影响的独立审计人员 否则将被摘牌 这两项法案目前还需要通过国会的审议和通过 然后才能送交总统签署惩罚 以色列无差别轰炸加萨 拜登警告内塔尼亚胡 网友 美国总统拜登替平以色列无差别轰炸加萨走廊 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表示以色列正在失去全球支持 要求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 改变他的强硬派政府 这是拜登对尼坦雅胡处理与哈马斯战争方式的最严厉批评 暴露了两人关系的心裂痕 加萨官人称 以色列的报复性攻击已造成18000人丧生和5万人受伤 并引发人道危机 拜登在与金主会面时特别提到了 以色列极右翼国家安全部长班级维尔 并表示尼坦雅胡必须改变他的政府 拜登还表示 以色列不能对成立巴勒斯坦国说不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准备前往以色列与以色列官员讨论加萨战争时间表 尼坦雅胡表示 以色列地面入侵加萨行动获得美国权力支持 但双方在善后方案上存在意见分歧 脱下招牌皮衣 黄仁勋访越 街边爽磕小吃 网友 辉达 Nvidia创始人兼执行长黄仁勋 最近访问越南时 罕见地脱下他的招牌皮衣 穿着轻便的短袖和牛仔裤 在街边品尝越南美食 黄仁勋表示 辉达已在越南投资约2.5亿美元 并将越南视为重要市场 他计划在越南建立吸引全球人才的基地 推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的发展 黄仁勋的访问也有助于促进美越两国 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 这次访问显示了黄仁勋对越南的重视 并与当地民众亲近接触 享受道地美食 模仿泰勒斯时代封面罩 众多猫奴悲剧了 网友 今年时代杂志选出的年度风云人物是泰勒斯 他的封面罩引发了许多歌迷和猫奴们模仿 然而 很多人发现他们的猫咪并不愿意摆出像班杰明一样的经典姿势 可能是因为班杰明是一只不偶猫 他们的基因注定了会摆出这样的姿势 APEC期间反中示威者遭袭事件正在发酵 网友 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呼吁司法部调查旧金山 APEC期间的反共抗议者遭到暴力袭击事件 委员会主席史尼斯议员质疑旧金山警方是否有收到上级指令 而对这些暴力事件采取冷处理的做法 他表示 这些抗议者在美国行使了他们的言论和集会自由权利 但却受到了攻击 他们的基本公民权利受到了侵犯 史尼斯呼吁美国执法部门对这些事件进行全面调查 在旧金山APEC期间 许多反对中共政权的抗议者遭到了亲共人士的袭击 香港民主委员会的执行总监郭凤仪表示 在他宣布要参加抗议后 收到了大量的网络恐吓和攻击 虽然他向国务院和FBI报告了这些威胁 但旧金山警察只能对他的安全多加留意 无法采取更进一步的保护措施 郭凤仪指出 许多冲突的原因是旧金山警方不了解抗议和支持群众之间的区别 同时警方在许多暴力事件发生时都无动于衷 他呼吁政府对此事进行调查 因为这关系到美国的国土安全 美国非盈利组织中国人权的执行长周锋所表示 根据他们的初步估计 至少有50多人遭到了攻击 其中许多人受伤严重 他对于警方为何没有逮捕任何人表示困惑 并希望司法部和其他执法机构能给出一个明确的解释 周锋所对中国政府在境内和海外都采取严厉镇压行动感到惊讶 CECC主席史密斯和委员会共同主席莫克里曾联合发布声明 敦促加州警方调查这些暴力事件 他们强烈谴责对行使言论和集会自由权力的个人施加的暴力行为 并呼吁旧金山警方适当地伸张正义 此外 美中战略竞争特赦委员会两党领袖也要求司法部向国会提供关于这些事件的简报 截至目前 司法部尚未对这一呼声做出回应 整个事件引发了对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干涉和镇压行为的担忧 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的呼吁表明 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和国会都应该证实这一问题 并采取行动保护在美国行使自由权力的人们 下组中国 以军用F-35战机创下一全球首例 网友 根据一份专家的报告 以色列空军的F-35战机成功击落了也门反政府组织发射的巡弋飞弹 这是全球首次有F-35战机成功击落巡弋飞弹的记录 该报告指出 F-35战机展示了它强大的技术优势 除了反飞弹能力外 还有优异的追踪能力和逆踪能力 现在 包括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的F-35战机部署数量正在增加 成为对中国军事扩张的重要威慑力量 该报告还指出 F-35战机具有强大的雷达搜索能力 能够探测和追踪1300公里外的威胁 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基地构成重要的阻碍 而且 F-35战机还能在发挥强大追踪能力的同时保持自身的隐蔽状态 这使得对其进行防御非常困难 此外 除了美国之外 日本 韩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国家也拥有F-35战机 随着它们能力的增强和部署的扩大 亚太地区的威慑力量也在持续增强 民调 2024恐重演川败厮杀 若加入第三人对他不利 网友 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 明年美国总统大选中 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将面临激烈竞争 然而 两人都有可能因为一些重大弱点而无法再次入主白宫 拜登的竞选连任最大障碍包括经济表现不佳 以及美墨边境安全与犯罪问题令人担忧 而川普在经济议题和处理犯罪问题上 都被认为更擅长 然而 川普自己也面临四项形势指控 如果定罪可能导致他失去大量选票 民调结果显示 在拜登和川普的正面对决中 川普以微弱优势领先 然而 许多选民对于这两位候选人的再度对决表示冷漠 希望有第三种选择 另外 环保律师小罗伯 甘乃迪可能从拜登那里吸引到更多支持 这项民调是在12月进行的 出量对象为全国4411名成年人 华府宣布对俄新一轮制裁 特别提及一位中国公民 网友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50个实体和个人实施新的制裁 这些制裁针对那些规避了自俄战争以来已经实施的制裁 并涉嫌向俄罗斯国防工业提供技术或资助的个人和实体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 克里姆林宫已经逐渐将俄罗斯变为一个战争经济体 但普京的战争机器仅靠国内生产无法生存 此次制裁旨在收紧对第三国供应商和供应网络的打击 以削弱俄罗斯军工综合体的发展和维持所急需的物资 此外 美国国务院也宣布对100个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 具体来说 制裁对象包括中国、俄罗斯、香港和巴基斯坦的个人和实体 特别提到了中国公民胡小逊及其房屋公司贾维斯香港及其关联网络 制裁措施包括冻结相关实体和个人在美国的资产 并禁止任何美国个人或公司与制裁对象进行交易 违反者将受到处罚 哈佛校长否认论文挑窃723位教职员力挺留任 网友 哈佛大学首位非议女校长戴伊面对论文挑窃指控和誓言风波 但她否认挑窃 并得到了哈佛教职员和校友的支持 至少723名教职员连属性表示支持戴伊 并呼吁行政单位保持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自由 这一连串的事件也引发了关于校园言论自由的讨论 旧金山27岁华裔女程序人被杀 男友被控谋杀罪 网友 11月30日晚上 华裔女子金伯利 王被发现死在自己的公寓中 他的男友被认定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王是一名设计工程师 是一名热心肠的人 他的男友斯科特 费舍尔已被逮捕 目前警方仍在调查此案 虽然嫌犯已被捕 但旧金山警察局表示调查仍在进行中 希望有任何信息的人可以提供线索 这起案件是旧金山今年第一起与家庭暴力相关的凶杀案 中国人和资金都在逃 他直戳北京软肋 网友 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牛尔表示 中国人和资金正在大规模外逃 中共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 他指出 在地缘政治上 中共与印太地区的国家都存在冲突 而这些国家并没有像美国那样的联盟 伊曼牛尔还提到了习近平与美国商界大亨的会晤 表示中国的政策给投资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他认为 美国企业高管们对在中国面临的挑战缺乏认识和理解 但总统正在纠正这一点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